耶稣阿爱你 阿爱你 让他安慰阿弟 喜乐充满你 亲爱的朋友 大家平安 欢迎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 来追求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智慧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如果曾经被老师 邀请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我们中高年级 在儿竹里头被邀请 来师献服饰或是来师慧服饰 不知道大家当时候的心情如何 你是害怕呢 担心呢 还是你很开心勇敢的去接受 这些任务挑战 今天在信息里头有三个人 很特别他们一起合作 然后去完成上帝给他们一个 很奇妙的使命 成为以色列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信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的主我们满心欢喜 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 主我们要用赞美来到你面前 要用感谢感恩来到你面前 主谢谢你 愿我们的心成为 上帝你同在的一个 美好的地方 愿主你乐意来到我们心中 主耶稣我们要欢迎你来到我们心里面 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跟智慧 谢谢你 我们将祷告封主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aver 阿们 主耶稣 上帝降臨你的心殿 咱就敬拜心敬見 愿你有個好心情 平安喜樂隨著你 讓我們來祝福你 每一天有漢花有能力 耶穌啊愛你 啊愛你 讓祂愛你 喜樂充滿你們都忘記 每一天好心情 願你有個好心情 因為耶穌好愛你 讓我們來祝福你 每一天祝你愛陪著你 耶穌啊愛你 啊愛你 讓祂愛你 喜樂充滿你們都忘記 每一天好心情 耶穌啊愛你 啊愛你 讓祂愛陪著你 喜樂充滿你們都忘記 每一天好心情 上帝創造萬物 處處充滿美麗的色彩 上帝也簡選了你我 成為上祂的兒女 孩子們 要常常感謝 上帝的恩典 盡力的與人和睦相處 也要能與人合作 讓人因著你的好行為 更多認識創造你的上帝喔 夜的花朵 夜的花朵 偉大的披上彩衣 天上星星 書說黑夜的美麗 上帝造萬物 充滿愛的印記 愛我的天賦 愛我的天賦 我可不讚美你 謝謝你劍血 成為榮耀 親密 寧靜世界裡 我心喜樂滿意 便燃起無敵手 是我殘悲的緣情 我願一生敬拜 如星相知己 夜的花朵 偉大的披上彩衣 夜的花朵 偉大的披上彩衣 天上星星 書說黑夜的美麗 上帝造萬物 充滿愛的印記 愛我的天賦 我可不讚美你 謝謝你劍血 成為榮耀 親密 寧靜世界裡 我心喜樂滿意 便燃起無敵手 是我殘悲的緣情 我願一生敬拜 如星相知己 謝謝你劍血 成為榮耀 親密 寧靜世界裡 我心喜樂滿意 便燃起無敵手 是我殘悲的緣情 我願一生敬拜 如星相知己 我們的生命 生活上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賞識 讓我們一起帶著感恩的心來奉獻 我們始終會來唱紅紅色的 passed 只需萬港女相殿 减肚白白收养殿 虽然无答求不前 万你甘热万所现 阿们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每一天保护引导着我们 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心 我们的才能 还有我们的奉献为你使用 愿上帝你祝福他 成为更多众人的帮助 我们的祷告不完全 我们要一起用耶稣的祷告文 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日的北 我们你的名声 你的国您不够 你的志意在吃 第二亲戚在天日 我们的日式 今天给我们 想要我们的孤父 亲戚我们也有 想要孤父我们的人 母亲戚我们的日式 就救我们 带你那个派的 因为国 关联 应更 都是你所有 大大无情 阿们 亲爱的孩子们 平安 我们又在线上 一起敬拜上帝 在敬拜上帝之前 我们一起 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 谢谢你在这个时间 让孩子仍然有渴慕的心 来敬拜你 不管孩子有什么原因 不能到圣殿里面 一起敬拜 求主你 都特别看顾 也保守他们 让他们 可以赶快的 回到圣殿 一起来敬拜你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 交托在你手中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求你将今天 圣经的故事 要教导我们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米求 阿们 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 进入到 世诗记 世诗还记得是什么吗 世诗就是以色列人 当约书亚死后之后 到后来扫罗王 针监中间这一段时间 他们没有自己的国王 于是 他们有不同的先知 来带领以色列人 可能是在军事上 可能是帮他们排解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段时间 世诗是非常重要的 在世诗记里面 总共有记载了12个世诗 今天我们的主题 勇敢的女子 我们要讲一位女的世诗 哇 这个女的世诗 她到底有多勇敢 她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来看下去 在故事之前 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经节 今天的圣经经节 记载在世诗记的第四章 一到九节 是这样是记载的 以户死后 以色列人民又得罪上主 所以上主把他们交在 统治下所成的迦南王 耶宾手里 耶宾的统帅是西西拉 驻扎在外邦人的下罗舍 耶宾有九百辆铁战车 他残酷暴虐 压制以色列人20年 后来以色列人民呼求上主帮助 有一位女先知叫底婆拉 她是拉比多的妻子 当时做以色列的事实 在以法连山区 拉玛和伯特利之间 有一棵棕树 她常坐在那棕树下 以色列人民都到那里 请她主持公道 有一天 她派人到拿佛塔利的基底师城 去召雅比诺安的儿子巴拉来 对她说 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说 你要从拿佛塔利和西布伦之族中 召集一万人 率领他们到塔伯山 我要引野兵的统帅西西拉 摔领战车和军队在基顺河向你迎战 但是我要把他交在你手里 巴拉回答 如果你跟我去 我就去 你不跟我去 我就不去 底婆拉说 好吧 那我跟你一起去 可是你打胜了 也没有攻击 因为上主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女人手里 于是底婆拉和巴拉一起往基底师出发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故事的经节 从今天的经节 我想孩子们你们就可以知道 今天的主角 这位女士师 她的名字叫做底婆拉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上帝为了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仇底的迫害欺压 上帝就新奇的很刺失来拯救他们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到以色列人因为犯罪 又遭到患难 他们又受到仇底的压迫 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爱求上帝来拯救他们 上帝这一次派谁来帮助他们呢 没错就是这位女士师 底婆拉 上帝呢 在施前借着士师以护的手 杀了摩亚王以基伦 让以色列人民享受了八十年 非常太平的日子 平安快乐 没有战争的日子 不过呢在以护这位士师死后不久 以色列人民啊 日子过太好 又开始做了一些让上帝伤心难过的事情 他们又拜了偶像 把偶像当作神这样敬拜 而且在这位偶像在偶像面前陷阱 他们把上帝又忘光光了 小朋友如果你是上帝 你会不会很生气 这群以色列人真是不知好歹 哇哦他们需要我上帝的时候 我就帮助他们 他们日子过好了 就忘记上帝的存在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像以色列人这样呢 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 等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才会来找上帝 所以孩子们 严巴老师 我们一起来努力 当我们平常过着很平安 很顺利的生活的时候 不要忘了 这都是上帝的恩典 在这样的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要常常感谢上帝 常常数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早上起床 平安的上学 平安的放学 然后有怎么样 有食物可以吃 哇可能你会觉得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 可是当你有一天失去了这些 你就会知道 原来这一些 这每一件事情 都是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子 遇到困难 才来寻求上帝 在平常 顺利 平安的时候 我们更要用力的感恩 用力的感谢上帝 好吗 OK 那上帝看到以色列人民 这一切的状况 他非常的难过 于是呢 他决定 他又要让以色列人民 吃苦了 他要让迦南地的一个耶兵王 攻击以色列人民 当上圣经节里面有说到 耶兵王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王 他的国家很强大 而且他有900辆铁战车 他一直欺负以色列人民 欺负了20年 哇 以色列人民实在太苦了 当他们受苦的时候 他们才又回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啊 救救我 上帝啊 拯救我们 脱离耶兵王的虐待吧 小朋友 还记得吗 约书亚死了之后 上帝其实有吩咐以色列人 说这个迦南地 我是应许给你们的 你们要继续把迦南地 其他的外邦人 把他们赶走 可是啊 以色列人没有听上帝的命令 他们可能就 懒得战争 懒得打仗 也不要去行动 也因为这样子 原本住在迦南地的外邦人 慢慢的壮大 慢慢的茁壮 人越来越多 强大的军事力量 甚至可以压制以色列人 所以耶兵王就是这样子起来的 他欺负以色列人民 让他们无力反抗 甚至其他的迦南人 也一起来欺负以色列人民 他们常常成群结队到以色列人民居住的地方 看到什么就抢什么 就像土匪流氓一样 他们非常的雄恶 而且不仅是抢夺以色列人的财产 他们甚至看到漂亮的富人就把他带回家当老婆 到处伤害以色列人民 而且迦南人 他们长得很强壮 力气又大 耶兵王的士兵 每一个人都是很厉害的勇士 尤其他的主帅 西西拉更是个厉害的角色 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样对抗他们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的建立了家园 已经快被抢夺一空 这该怎么办呢 以色列人到了这个地步 开始 呼求上帝了 上帝还是很怜悯 还是很爱以色列人民 于是上帝 兴起了一位士师 她是一个女生 叫做迪婆拉 上帝派迪婆拉要来帮助他们 迪婆拉 她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女子 她不会去拜偶像 而且不止这样子 她看到以色列人民都不听上帝的话 离弃上帝 她常常为他们感到忧伤 除了一直迫切在上帝面前祷告 她也一直在劝 以色列人民要离开这些罪恶 然后快快的悔改归向上帝 但是以色列人有听她的劝吗 没有听 迪婆拉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上帝要她出来帮助以色列人民 有一天迪婆拉就派人到 拿佛塔利支派的基底斯 找一位名叫巴拉的年轻人 请他一起来商量如何攻打迦南网椰兵的军队 迪婆拉对巴拉说 巴拉上帝告诉我 要你率领一万名以色列人去攻打迦南 你不用害怕 上帝会使你大大的得胜 巴拉听到这个话 不会吧 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呢 你不知道迦南网的将军西西拉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吗 我怎么有可能打得赢他 巴拉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紧张 但是他又不敢拒绝 逝世蒂婆拉的吩咐 于是他就跟迪婆拉说 这样子好了 如果你要我去攻打迦南网 那我要你跟我一起去 如果你答应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 那我就不去 迪婆拉听到这样 好吧好吧 我可以跟你去 可是这样子下去 圣经是这样说的 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将得不着荣耀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跟着你去 可是当你打赢这场战争的时候 战胜的功劳 可能就不在你身上 于是这样子 巴拉就打赢了 看到这边 孩子们 迪婆拉 她是一个女生 她虽然是一个女生 她虽然力气可能没有男生那么大 可是她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 她为了自己的国家 她甘愿舍下一切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她也不怕 她要怎么样去完成这样的任务呢 她就是顺服上帝 她就这样子去做了 当他们真的率领军队 要开始去攻打野兵的时候 耶兵的主帅西西拉 一听到巴拉和以色列人民 已经来到塔伯山这个地方 哇 她要来攻打我们了 于是西西拉就把他们国家里面 九百辆铁战车和所有的军队 都派出来要围攻他们 迪婆拉对巴拉说 巴拉不要怕 勇敢前进 上帝已经把西西拉交在你手里了 于是呢 巴拉他就真的率领一万人 从塔伯山下去发动攻击 哇 一下去 巴拉的军队 上帝与他们同在 上帝让西西拉 巴拉还有他所有的战车军队 一团混乱 害怕 然后都没有任何的战术可言 被打得落花流水 大家兵荒马乱 到处逃命 哎呀 巴拉他有上帝的同在 上帝有应许他 他会让他得到真理 就这样子下去 哇 西西拉的军队被攻打的一塌糊涂 连西西拉这位组帅 他也赶快跳下战车跑走了 巴拉带着以色列军队继续去追击那一些战败 逃离的部下 还有那一些跑离的铁战车 最后呢 整个西西拉的军队全军覆没 一个人没有留下 可是西西拉他逃离了 他就逃啊逃啊逃 他逃到了一个帐篷里面 这个帐篷 他的主人是一个女孩子 他的名字叫做亚裔 因为呢 耶宾王跟这个亚裔 他们这一家的主人是好朋友 所以亚裔看到西西拉出来 看到西西拉跑来 他就出来迎接西西拉 西西拉知道 哎 这个女孩子 他的主人跟我的王耶宾是好朋友 所以他就没有任何的提防 他就躲进去这个帐篷 然后呢 亚裔就把西西拉带到帐篷的后面 躲藏起来 西西拉因为战争失败 非常的累 跑了好远 很累很渴 他就对亚裔说 请你给我一杯水好吗 我好渴啊 亚裔人说OK没问题 他不只给他水 他还给他的 打开一个皮带 用牛奶给他喝 然后将他藏起来 西西拉喝完之后 就对亚裔说 哎呦 我可以请你帮一个忙吗 你可以帮我站在帐篷的门口 如果有人来 问说 有没有人 战败的人跑来这里 你拜托你 告诉他们没有 西西拉说完 实在太累了 他就倒下 睡着了 这个时候 你知道亚裔做了什么事吗 亚裔呢 他拿了一把锤子 还有一根在钉帐篷的木钉 悄悄地走到睡着的西西拉旁边 他呢 把那个木钉 用锤子 打进去西西拉的太阳穴里面 哇 西西拉就这样死了 当巴拉率领的以色列军队 追赶到这边来的时候 亚裔就出来迎接他 对巴拉说 请进来看看你正在找的人 哇 巴拉看到 非常的惊讶 原来上帝的应许是真的 上帝让西西拉的生命终结在亚裔这个女子的手上 在那一天上帝使以色列人制服了迦南王耶兵 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民越来越强大 一直到把耶兵王的国家也消灭了 迪波拉为了感谢上帝他的带领 带领他们打了圣仗 于是迪波拉还写了一首歌 写了一首诗歌 感谢上帝的拯救 这一首诗歌就是记载在四诗纪的第五章 等一下结束之后 你们可有时间可以看一看这一首诗歌 因为这样子打败了耶兵之后 以色列人民又过着将近四十年太平的日子 没有战争平安的日子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迪波拉 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子 她靠着上帝的力量 她有信心依靠上帝的力量来对抗迦南王耶兵 虽然耶兵非常的残酷 虽然耶兵军队非常的强大 虽然耶兵他的主帅西西拉 是一个很厉害的将军 但是迪波拉靠着上帝的力量 带着信心 他打败了他们 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 另外一个亚裔 她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 她不怕恶势力 然后呢 她独自把西西拉给杀死 这两个女孩子 虽然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 她们可能都是柔弱的女孩子 但是上帝有没有重用她们 哇 上帝让她们成就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 上帝他不选人 用人他不会分男女 不会说你是男生 所以上帝就叫你做重要的事情 是因为说你是女生 可能就叫你做不重要的事情 不会的 男生跟女生 在上帝的面前 都是一样宝贵 都是一样重要 重要的是 你不管是男生 或者是女生 你愿不愿意 顺服上帝 听从上帝的命令 补从上帝 顺服上帝 照着上帝的话去做 只要我们存着信靠上帝的态度 上帝一定会给我们力量 去面对我们的问题 上帝一定会试给我们 我们所缺少的东西 去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就像严巴老师 我也不觉得 我从来不觉得 我是一个可以讲故事的人 我也是会害怕 可是我祷告中 我顺服上帝 上帝好吧 你真的要我讲 那我就努力讲 讲着讲着 一直练习 虽然常常也是有讲不好 可是一直练习 就会发现 上帝一直在给我能力 一直在给我发现 我哪边讲不好的能力 让我可以一直的改进 让我可以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进步 我不是一个很厉害的竹子学老师 可是我可以说 我是一个很想要努力做好的竹子学老师 我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这样的信念 可能长大之后 你要做什么服饰 你可能会觉得 哇 这个服饰我不是很厉害 没有关系 只要顺服 只要去做 我们在上帝眼中 绝对都不是最厉害的 可是请相信 上帝如果要使用我们 他就会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越做越好 越做越符合他的心意 好吗 今天的故事 让我们透过女士师 底婆拉 让我们知道 依靠上帝的名 顺服上帝的名 是多么的有力量 是多么的有果效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念的经句 今的经句是这样记载的 记载在诗篇二诗篇第七节 华语是这样子说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 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台语这样带的 有人挖克车 有人挖克买 特特 我们要公起 耶和华 我们上帝的名 今天的经句 就是在告诉我们 当我们靠着上帝的名 靠着上帝 赐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就可以成就 很多 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完成很多 上帝要我们去做的服事 最后 几个问题 等一下跟你的家人 一起讨论分享 第一个问题 我们来想一想 底波拉跟巴拉 这两个人 你觉得谁比较有信心 那你又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想一想好不好 第二个问题 再想一想 圣经里面还有哪一些很勇敢的女生的故事呢 其实不满你说 严巴老师 在准备信息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勇敢的女子 大能的勇士 勇敢的女子 我第一个脑海里面浮现的是 以示铁皇后 我想说 以示铁皇后 要讲以示铁皇后的故事吗 结果不是 打开 哇 原来是士师迪波拉的故事 所以圣经里面 还有很多很勇敢的女孩子的故事 可以的话 翻翻看 找看看 好不好 OK 今天的信息就到这边 希望对你 对我都有帮助 也希望每一个孩子 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天 记得都要依靠上帝的名 对上帝存有信心 就像底波拉一样 对上帝有信心 上帝要用你 要完成 很不可思议的工作 在你的生命当中 上帝一定有最美好的计划 好不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 同一个时间 献上诸日学 我们再一起来敬拜上帝 OK 拜拜 再来修彼音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 写在圣经里头 让我们可以来阅读 来聆听 主耶稣 我愿意成为你 那个合用的器皿 愿意成为你的仆人 愿意成为你的天使 来服侍众人 也服侍我们身旁的同学 还有我们的家人 主谢谢你 愿你与我同在 保守我的每一天 我们祷告 奉主的名祈求 阿们 在修彼音乐间的礼拜到这边 我们一同下个礼祖日相见 一起来敬拜上帝 聆听上帝的话语 平安 拜拜 耶稣 耶稣 阿爱你 阿爱你 让爱为爱你 喜乐充满你 本来都忘记 每天好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